自英王查尔斯从法国回来之后,因为身体的原因变得释怀了,不但在工作上放开了很多,同时在财产的分配上,胳膊肘也不再往外拐了,他决定采用君主继承法,这意味着财产不会出现任何的外流。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银档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据查尔斯身边的图人透露,称查尔斯不准许卡米拉的亲生孩子汤姆和劳拉成为伯爵和公主,这让卡米拉感到非常失望和沮丧。 她本以为成为王后后,可以得到一个真正的身份和地位,但现在却只是得到了一个空洞的名头。 据了解,卡米拉最近与查尔斯闹别扭,故意制造情绪上的困扰,让查尔斯感到困惑和不安。 这让人不禁怀疑,查尔斯这个恋爱脑是否能够坚持下去,或许她会妥协。 卡米拉是一个聪明而有韧性的女性,她一直以来都在努力争取自己的地位和尊严。 虽然她在王室内部一直备受争议,但她并没有放弃追求自己的权益。 这次,她再次展现了自己的决心和勇气,以期引起查尔斯的重视和改变。 卡米拉知道,她不能只依靠情绪上的抗议来解决问题, 她需要更具策略性的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因此,她决定再出绝招,以争取她亲生孩子的尊严和地位。 首先,卡米拉计划与查尔斯进行一次真诚而深入的对话。 她将向她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和期望,希望能够得到她的理解和支持。 她将强调作为母亲的角色和责任,定解释为什么这对她的孩子来说如此重要。 她希望查尔斯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定愿意妥协。 其次,卡米拉计划寻求外部的支持和帮助。 她将与王室内部的一些重要人物进行交流,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她将向他们解释自己的困境和愿望,定希望他们能够在内部施加压力,促使查尔斯改变决定。 另外,卡米拉还计划通过媒体和公众的关注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 她将通过公开演讲或接受采访,向公众传达她的心声和愿望。 她希望公众的声援和关注能够对查尔斯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她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 当然,卡米拉将保持耐心和坚持。 她知道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可能需要时间和努力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但她相信,只要她坚持不懈,最终会取得成功。 谁知,这次卡米拉的这些招在查尔斯面前都不显灵了,查尔斯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生气,但就是不打算改变自己的主意。 这是查尔斯从未有过的态度,或许是一趟法国行让她彻底想明白了自己和卡米拉之间的关系。 当年查尔斯为了和卡米拉结婚,不惜背负上了万千骂名,但是结婚后,卡米拉却一直和前夫安德鲁有联系, 查尔斯一边默默地忍受,可是加冕往后之后又惦记上了王室的财产,或许查尔斯真的伤心了,所以才表现出如此强硬的态度。 据悉,11月韩国总统尹熙岳夫妇要访英,卡米拉得知查尔斯的态度后,居然提出不参加尹熙岳夫妇的欢迎议事, 不得不说卡米拉这的决定真是一个愚蠢的决定,为了财产居然不分场合的胡闹。 遇到了这种国际的大事,本以为查尔斯会妥协,谁知查尔斯直接下令把卡米拉的位置换成凯特, 这下卡米拉真的没有退路了,后悔都来不及了,不过查尔斯退居二线,凯特也可以接替卡米拉来为以重任了, 凯特从气质还是能力都不输卡米拉,就让卡米拉一直耍小孩子脾气的。 而凯特在众人的眼里,一直都是一个正面的贤妻良母形象。 不过,最近传出了不同的声音,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 现在王室指派伊丽莎白二世的男仆保罗销毁女王的日记。 保罗是伊丽莎白二世的贴身侍从,他负责女王的日常生活, 也是他陪女王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 保罗就是伊丽莎白二世最信任的仆人,也是被誉为女王最忠心的侍从。 由于保罗的长相酷似菲利普亲王的外貌而被广大民众熟知, 现在查尔斯三世让他梳理伊丽莎白二世的日记内容, 以及销毁里面那些关于王室负面形象的信息。 根据InTouch的说法,女王每天书写的日记涵盖了王室的爆炸性信息, 其中就是有关于凯特王妃的负面停价。 伊丽莎白二世认为凯特嫁给威廉王子的动机不纯, 让他起疑的原因是凯特为了进入圣安德鲁斯大学特地休学了一年。 在进入圣安德鲁斯大学后,凯特最终成为威廉王子的女友。 在交往期间,这对情侣经过了多次的分分合合, 这样不稳定的感情也让女王忧心忡忡。 直到凯特为王室生下继承人乔治王子, 伊丽莎白二世才对他打消了一日。 对于保守的英国王室来说, 里面的负面内容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 为了确保这样机密的事情不见天日, 查尔斯三世才让保罗在筛选过后再消除那些负面的内容。 但是有历史专家认为伊丽莎白二世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也是二十一世纪的重量级见证者, 因而她的日记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 所以专家认为查尔斯三世应该完整地保留日记的内容。 对于凯特的负面形象, 有人认为女王有这样的忧虑应该是凯特给他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不过,这样的信息到底是谁爆出来的呢? 她的可信度又有多少呢? 因而有很多人相信这只是媒体的自我炒作而已, 这样的信息并不可靠。 然而,即便是真的, 人始终是无完人的, 人都有不完美的一面, 人生难免会有走错路的时候, 只要迷途知返, 人生依旧会是精彩的。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咧嘴的梅根是真实写照还是故作表情, 好莱坞演员都是这个水平了。 这位公爵夫人的咧嘴笑, 已然极其难改, 如今形成她个性先灵的啼笑若不笑。 从照片中可以观察到, 梅根之所以缺乏诚意, 就是因为嘴角虽然努力咧到最大值, 眼睛里却搜寻不到丝毫笑意。 敷衍作作的神态真实诠释了什么叫做虚与伪仪。 梅根、马克尔, 这个名字如今已经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热议话题。 作为一位好莱坞演员, 她曾在电视剧中展露头角, 备受好评。 然而, 近年来, 梅根的形象却逐渐发生了变化。 她的咧嘴笑成为了她的标志性表情, 但却引发了许多争议和质疑。 观察梅根的照片,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嘴角的努力。 她似乎尽力将嘴巴咧到最大值, 希望展现出一个开朗, 友善的形象。 然而, 仔细观察她的眼睛, 却很难找到丝毫笑意。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笑容应该从内心散发出来, 而不仅仅是嘴角的动作。 梅根的咧嘴笑缺乏真实的笑意, 让人感觉像是一个敷衍作作的表演。 这种敷衍作作的神态, 真实诠释了什么叫做虚与伪移。 梅根的咧嘴笑成为了她形象的一部分, 但却缺乏真实性和诚意。 她似乎只是在迎合镜头, 而不是真正表达内心的情感。 这种虚伪的表演让人们对她的演技产生了质疑。 作为一位好莱坞演员, 梅根曾被誉为炉火纯青的演技。 然而, 这种咧嘴笑的形象却让人怀疑 她的演技是否只是吹嘘而已。 一个优秀的演员应该能够通过表情, 眼神和动作来真实地传达角色的情感和内心世界。 在娱乐圈, 形象是一个演员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梅根的咧嘴笑成为了她的标志性形象, 但却引发了许多争议和质疑。 一个演员的形象应该是真实和自然的, 而不是敷衍和做作的。 梅根的咧嘴笑让人怀疑她是否真正能够展现出 一个角色的深度和复杂性。 梅根的咧嘴笑也反映出她个性先宁的 皮笑若不笑的特点。 皮笑若不笑形容的是一个人嘴角脸得很大, 但眼睛却没有笑意。 这种表情给人的感觉是虚伪和不真实的。 梅根的咧嘴笑正是这样的表情, 让人感觉她缺乏真诚和诚意。 作为一位公爵夫人, 梅根的形象备受关注。 她的咧嘴笑成为了她的代表性特点, 但却引发了许多争议和质疑。 一个公众人物的形象应该是真实和自然的, 而不是敷衍和做作的。 梅根的咧嘴笑让人怀疑她 是否真正能够展现出一个皇室成员的威严和风度。 总而言之, 梅根的咧嘴笑成为了她形象的一部分, 但却缺乏真实性和诚意。 她的嘴角虽然努力咧到最大直, 但眼睛却搜寻不到丝毫笑意。 这种敷衍作作的神态真实诠释了虚伪伪。 梅根的咧嘴笑却让人感觉到一种作作和不真实, 这让人怀疑她是否真的具备演技的才华。 梅根的咧嘴笑也反映出她个性鲜明的啼笑若不笑的特点, 给人的感觉是虚伪和不真实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